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吃 漫步在街头 无花果随处可见 这些圆滚滚胖乎乎的无花果 其实早在2000年前 就从伊朗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了这里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品尝无花果美食 还能在农家乐里感受无花果自助的快乐 这不 天刚蒙蒙亮 我就约好了世代种植无花果的奴儿 买买提大哥了 这样摘的话也可以 一拧就行了 怎么判断这个无花果是可以摘的呀 越黄色 就是越黄的就越甜 对 黄色之后才能摘 对 这儿有一个 对 这个大 大家看 当地人把无花果称为长在树上的糖包子 好甜啊 你看 全是汁水 特别好吃 对 特别甜 凉丝丝的 特别爽 又好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一样 这里是公认的无花果之乡 这里的无花果一年数两季 七月一季 九月十月一季 当地的果农都是天还没亮就开始采摘 保证让每一个无花果的追随者都能尝个鲜 咱们阿斯汉村是不是每家每户都种植这个无花果 对 最小的一毛有 多一点的两三毛就是这样 咱们这个果林旁边还有墨山道 就是有可来的呢 可以体验 可以体验 在阿斯汉村 家家户户都有无花果园 全村年龄超过一百岁的无花果树就有上千棵 将近三公里的木栈道 将这些无花果树连接在一起 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观赏采摘 轻松实现无花果自由 无花果好吃 但难以储存和运输 所以想要吃到这么好的无花果 还是得去当地 当然要说最热闹的 还得是无花果巴扎 是卖无花果了 好多卖无花果的 你看全是无花果山 今天要吃无花果来来来 咱们又等着人来说就行了 就快就卖出去了 感受了一番热闹的无花果巴扎之后 快乐还在继续 据当地人说 无花果最地道的吃法 还得是无花果扫茶 如果你来到这里 可一定不要错过 水果呀 还有酸奶 那么 分开的海 谢谢 蘸酸奶啊 棒 确实太美味了 太好吃了 水果和馕是必备的 还有无花果茶 对吧 确实有无花果的味道 淡淡的果香 还有点甜 太棒了 我突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吃无花果的时候 是直接拿过来咬着吃 但旁边的大哥吃无花果 啪 他先拍一下 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你们看就是每一个无花果 胖嘟嘟的 头上还长了个技 真的是很像一个小包子的形状 怪不得当地朋友叫糖包子呢 确实吃的时候 人家有讲究 我已经看了好几个人了 都有类似的动作 拍一下到底起什么作用 无花果这个东西 它肯定里边有一些甜蜜的果汁 那个含糖量一定比皮更甜 就跟糖包一样 我吃糖包都要让那个汤四周渗一下 所以拍一下无花果之后 糖分分布更均匀了 口感更好 赵老师这个相当有生活经验 来吧 让我们看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说的 糖分比较多一点 拍得好呀 就是出来的 因为它里面糖分比较多 一拍就比较均匀 另外一个就是检测它的成熟度 越成熟的它越软 对吧 对 朋友们 这样你才能更加享受甜蜜的味道 你答对了吗 嗯